大家好,我是瑞 今天呢 带大家来看看一种果实 水果,可以做久的水果 大家眼前看见的这株 挂满了水果的 绿色的小果子的植物呢 是一种梅子 从今年来看啊 这个看起来呢有点像李子 但是个头的大小和形状跟李子又有点差别 李子呢通常是青色的 紫色的或者是黄色的 个头呢都比较大一点 形状呢要圆圆的 但是眼前的呢 这个有一点点带椭圆 然后呢 有一点点带尖形的 带一个尖的 这么看可能更明显一点 它的下部有一个带一个尖一点的 这种呢是一种梅子 梅子也有那种紫色的紫皮的 但眼前呢是这种是黄色的 通常呢 这种梅子是剩下的时候成熟 现在呢七到八分熟 成熟的时候它成黄色的 软软的 通常呢 这种梅子 可以拿来做酒 就是江南一带 你看 喜欢做的那种梅子酒 通常呢它是剩下的时候成熟 大家眼前看见呢还是有一点点绿 八分熟左右 六到七分熟是可以拿来做梅子酒的 现在已经有点晚了 大家看看果实累累 这是路边上 马路边上自然生长的 通常也没有人摘 偶尔会摘一两个 水口尝一尝 但是没有人大把大把的摘来 食用或者是 拿来做什么 在德国呢你经常在路边上 或者田野边上 能看到很多自然生长的 野生的樱桃树啊 这种梅子树啊 或者是苹果树 但是通常都没有人摘 即便是摘也是偶尔摘一两个来尝一尝 没有人说大把大把的摘回家食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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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